大家好,我是Coco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继续来讨论《盐铁论》 因为我认为《盐铁论》是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的论述 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看《盐铁论》里面的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很符合现代经济学的法则 我发现第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对于国际贸易的重视 以及对于比较利益法则的认识 在《盐铁论》里面,法家认为 贤胜至家非一宝,复国非一道 辱汉之金,鲜为之共 所以诱外国而调胡江之宝也 他的意思是说,在汝江一带的黄金制品 还有纺织品的,送给外国的纺织品 也就是鲜为之共,就是吸引外国跟中国贸易 然后能够这样子才能够得到外国的宝物 就是说,又外国而调胡江之宝也的意思 就是说,吸引外国跟中国贸易 然后得到外国的宝物 所以,外国诸无内流,而力不外泄 义无内流,则国用饶 力不外泄,则民用己 意思就是说 外国有价值的东西,流到国内 那我们国内的资源就会变得更丰富 而我国的利益不外泄 那人民的生活水准就能够提高 所以,这段话里面的要点 第一,就是用我方能够高效率生产的东西 换我方难以生产的东西 这就是所谓的比较利益法则 要点二,就是要维持初超 因为初超是GDP公式里面的重要成分 所以,这段话里面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义无内流,则国用饶 力不外泄,则民用己 再来 第二,赚钱 要靠商业 这就跟儒家思想完全不一样 贤胜之家飞一宝,富国飞一道 这是法家的看法 那法家又说 上市取出人,中市劳其行 意思就是说 本市最大的人能够靠别人帮自己赚钱 而本市中等的人只能够努力工作 来换取收入 所以商股的财富可以到一万单位的黄金 那就是因为大家追逐利益 所才能达到的 所以,要让国家富强 何必一定要重视农业呢? 然后要让人民生活富足 何必一定要用井田制呢? 所以这就是严铁论的第三个要点 意思就是说 靠交易才能够创造财富 不要偏重农业 儒家的经济问题 就是他们一直以为农业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产业 其实不是 当然,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看到 上市取出人 中市劳其行 这段文字 就会联想到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就是上市取出人 意思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 这就完全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 人类历史就是阶级道争 再来 爱钱是人的天性 严铁论论里面说 尊荣者是之愿也 富贵者是之其也 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想要尊荣富贵 所以我归纳出来的第四个要点 就是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 第五 分工 分工是能够让整个社会的总产出增加的最基本的方式 严铁论里面说 一家术士而至称之道乃倍 意思就是说 一家里面需要很多很多产业的支持 然后才能够准备好 为生所需的各种物资 这就是我归纳出来的第五个要点 就像亚当斯密里面的国富论里面提到了分工 那前一阵子 夏敏尊也说了 一日之所需 百公司违背 也许 他的灵感 就来自于 《严铁论》 第36篇 《水汉》 所提到的 一家术士 而至称之道乃倍 再来 理财是要靠自己 不能靠别人 也就是说 个人主义就是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就是个人主义 比如说 法家说了 要怎么样致富呢 就是要靠住为初 简洁与居之 然后法家也说 在现在这个社会 要是没有灾害 没有重大疾病 没有传染病 但是这个人却是贫穷的 那这个人一定不是懒惰 就是奢侈 那一个人 如果没有发什么横财 那他仍然能够过得很有钱 那他不是很节俭 就是很努力工作 再说 法家又说了 如果做事情不努力 用钱不节俭 你就算你的财富像自来水 还有像瓦斯鲁里面的火 那么普通的话 他的这个人要变穷 也是可以利而代之 就是这个很快很快就会变穷 又是人民不努力存钱 那政府就算帮他做工作 又有又能够帮到多少呢 能够帮他有钱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重点就是个人主义 这是我归纳出来的第六点 你想要生活过得更好 想要更有钱 一定要自己努力赚钱跟存钱 也就是说 非减则利 你必须要减 就是努力存钱 还有利益 就是努力赚钱 再来 贫穷是耻辱 烟铁论是 法家跟儒家的 互相互相对抗 互相看不起 法家认为说 儒家都是贫磊 这些儒家的人 都是又穷又弱 他们衣服都穿不好 这些人怎么可能知道 国家的正事 怎么可能知道 要怎么治理地方跟国家呢 法家认为说 像元宪啊 孔吉 这些人 都是很穷的 那延回 就是住在一个穷巷子里面 这个时候 他们吃也不好 住也不好 穿也不好 就算他们想要 假装说 自己有钱 来骗人 他们也办不到 所以呢 你要是为你父母 吃糙米 吃蔬菜的人 不可以说自己是孝子 那你要是 你的老婆小孩 吃不饱也穿不暖的话 不可以说自己是慈父 要是你的家产不雄厚 也不可以说 你懂得这个世界上的道理 蓄业不休的意思 大概就是资产不雄厚 所以你在这个世界上 有这三个状况的人 那也就可以乖乖闭嘴 也就是说 穷的人是没有发言的权利的 最白话最白话的讲 这三段话就是要说 穷人就是该死 所以我的结论是 马克思主义是大错特错的 中国在两千一百年以前 就有资本主义了 我认为汉朝会强盛 是资本主义的功劳 最后 希望大家有机会看到 Coco编剧的电视剧 谢谢各位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